在所有史诗级战争中 圣灰谷之战绝对可以称得上名列前茅 不只是因为他宏大逼真的战争场面 而是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 远超其他战役 进攻方式数万装备精良骁勇善战的强兽人 而城墙上的却仅仅是些老落残兵 幸运的是战争开始前 精灵一族遵循远赌的盟约 及时派出了支援部队 随着兽人督军一声怒吼 大战正式开始 强兽人们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墙 阿拉伯一声音响 城墙上的精灵和人类同时射出了剑影 重剑的仙头部队如割草一般倒下 但这对数目庞大的兽人部队来说 只是悲伎的心 第二轮剑影还未射网 兽人们已经冲到了城墙之下 很快一架架迷梯搭载着兽人冲上了城墙 而洛汉王国因为薄铺空虚 竟然连一件像样的防御设备都没有 精灵一毒都被迫取出了进战武器 一时间城墙上就成了血肉末盘 砍杀声不断 城墙下面仍有数之不尽的强兽人 而在另外一边 一支强兽人部队组成遁阵 向号角堡的城门发起了进攻 在遁阵的掩护下 兽人们成功地将攻城垂送到了城墙下 门后的士兵发狂地砸向下面的兽人 而城墙上面的战斗更是惨例 虽然依靠阿拉伯等几位英雄级人物 还能勉强惩胖 但白袍巫是萨姆曼 早已找到了城墙的弱点 当强兽人萤火者出现在战场的那一刻 阿拉伯一马感觉大势明亮 他敢往下令放箭 但没想到萤火者强悍的精元 身中竖剑依然无法阻挡他更好 伴随着地动山摇的巨响 城墙被炸开了巨大的缺口 落地后的阿拉伯还没放过神来 无数凶猛的强兽人 已经从缺头引入 危机关头 矮人机 犹如天神下凡 硬生生地挡在了那恐怖的钢索洪流之前 后面的阿拉伯也抽出了圣剑 双方人马展开了正面的碰撞 但即使阿拉伯本人在勇猛 也抵不过潮水般的兽人 前来支援的精灵部队几乎死伤殆尽 连精灵英雄哈尔达都惨死战场 无奈众人只能撤退到圣亏 更坏的情况出现了 城门被封出了巨大的缺口 士兵们甚至是在用血弱阻挡兽人前进的步伐 外面的兽人射出了攻城 巨大的弩箭带着缆绳挂上了城墙 爬满兽人的云梯顺势压了上来 莱德拉斯找准机会 一见命中揽绳 失去平衡的云梯 狠狠地砸了下去 但源源不断地兽人 已经攻入内城了 至此所有城墙全部失守 眼界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屏障 国王带领圣民的战士骑上了战马 罗汉是马背上的国家 他们只会倒在冲冲的路上 勇士们要用生命和血肉捍卫自己最后的荣耀 即使面对千军万马 但现阵之志有死无声 当移民到来的那一刻 接下来就是全天最燃的一刻 纵横天下的诺汉期 在白袍巫师甘道夫的带领下 义无反护地冲向了下方的强兽人军团 白袍巫师一个阳光火照起手 然后身先士卒地撕开了兽人的军阵 让这些丑陋的怪物 见识了什么叫近战狡王 在这样强势的攻击下 强兽人军团彻底崩溃 当他们绷彎地逃入森林时 本在他们的还有树人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